第一 各位親愛的小老弟老鐵們 再來聊 今天這一集要談什麼 這一集我們來談Gear4的產品好不好 因為有小老弟在談說什麼 Crystal Palace跟皮卡蒂里 到底差別在哪裡 那今天這影片就跟各位 再談仔細一點好了 讓你們選購會更方便 第一個就是Crystal Palace 它是我現在裝殼這一個 有裝殼這個 然後這個是皮卡蒂里 然後我們先看它的外盒包裝 其實基本上就只有差在名稱 都是13尺 然後它的防摔的高度都是4米 4米是什麼概念 就一層樓高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人家 他們去測試可以這麼高的 我才會把它定成真的 比較好的防摔殼 所以就是 在我們談說兩個差異之前 就是我會再跟你們就是一個教育 就是說比如說你看到現在外面 坊間就很多有這種 軍規的一個貼紙 他們有送一個公司去測說 這個是軍規的啦 就MILSTD810G 那有的寫810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沖狀有G的這個部分就是 它最新的修訂版本 然後你要提供一些什麼 環境的製程跟什麼材料的 如何去實行這個狀況 然後我來談一下說這個標章 其實有這個標章跟沒有這個標章 這種的衝撞其實都是非常的低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說 它這個標章到底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去找一些資料 就是你網路這些資料都有 810它是什麼啦 810G 然後它大概有29個項目 我看一下 我找一下 我搜尋一下網路 它大概有29個項目 包含說什麼氣壓 高溫低溫什麼東西 29啦 那事實上 它這29個項目 其實是只有28個啦 第29項這一個就是什麼 船用設備的機械震動 我會認為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這整個項就是29個 然後前28個就是沒有用到有船的這個 那這個其實只是談一下 它不會真的測這麼多啦 它只會去測裡面有衝撞的部分 那所以就是這一個標章 它的衝撞就是軍用的衝撞 如果是衝撞的部分 它只有就是這樣子 電子設備產品在1.22公尺處摔弱 然後墜落在一個5.08的交合板 這什麼八角六邊 然後這樣子從1米多這樣摔下來 它26個接觸點是否完整 然後電子設備可以正常啟用 那所以就是說我是說 這一種八 這一種軍規的這個 當然它有去檢測是非常好 可是就如同我前個影片講的就是 我會把它認定在說普通的清水套 就是它大概就是1米多 1米2啊 就是大概是腰到地板的高度 所以這種我把它會定在清水套 就是它薄的 你甚至以現在的產品的這種裝置 你在腰或者是胸口1米這樣掉下來 其實它有沒有這標章 我覺得你只要用這種比較輕薄的 甚至像原廠的這個都一定撐得住 所以只是說 我會把它比較定在比較輕薄的型 所以像為什麼我推薦說 如果你要重度的防摔的這一種 就是比較我認為有衝撞的都4米 3米4米以上 就是它就是我會認定說 有這個 我會把它才會認為說 它是很好的衝撞殼 防摔殼 那不代表說那個薄的 比如說這種 Spegan這種不好 而是說這種就是我講的清水套 就是說它是在簡易的防摔 可是如果你跟這種 就會差很多 這種是可以到4米 這個都是你從一層樓丟下來 它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講的就是剛才那個 就是一個小的一個常識 所以你今天看到有那種標章 你不要開心 因為它那個都1米多而已 只是說它跟你說 這個可以大概是很輕易的防撞 那如果你說像比如說Gear4這種 他們有的是直接就給你寫 它可以幾米 它也許它沒有標章 可是人家他們去實驗 它可以到幾米 那就是這種就是更強 那甚至有的都已經 可能就是它都已經很高了 還有更高的層級 那好沒關係 那就是大概是提那個衝撞 那所以就是衝撞兩個部分 這個都可以到4米 然後4米的話 然後再來就我們看一下它的外觀 就是其實它的差異就是在於說 它旁邊這個D3O的材質的顏色 其實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Crystal Palace的它就是比較 它就是把它做成透明的 然後這個皮卡蒂里就是做成黑色的 所以它的外型啊什麼都是幾乎就是一模一樣 幾乎就是一模一樣 然後比較特別的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皮卡蒂里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按鈕會比Crystal Palace的好按 但是我這個按鈕我已經 已經有處理過了啦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 Gear4的按鈕你覺得不好按啊 你就是像我講的你在旁邊畫兩刀 像這個我已經有畫兩刀了 我這個非常好按喔 那皮卡蒂里是你不用處理就很好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我感覺皮卡蒂里怎麼裝起來比較好裝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們剛才有看到我裝嘛 那我們現在來裝皮卡蒂里的看看 那這種殼因為它比較服貼 我會建議你們都是從鏡頭這邊 鏡頭這邊按住 然後這樣把它推出來 然後把它拉出來 然後再提一下說 這個它不是很容易變黃啦 但是你就大概半年一年它可能會有機會 但是你們現在看到這樣 這是因為我照強光 還有這個背景是這個 所以它會稍微有點黃黃的 你就看起來都稍微黃黃的 可是其實它的殼 其實你在正常的光照下去 它都是很閃亮的 然後第一個就是你看我皮卡蒂里 在裝會比較好裝一點 可是它也不是說不好裝 只是說可能它 它要做成透明材質 我覺得它是不是比較軟還怎樣 但是這兩個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你看它的按鍵就是 就不用處理就很好按 所以這兩個的差別就是只有差別在這個邊 然後它的按鍵不用處理就很好按了以外 它會稍微好裝一點 可是它兩個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兩個就是一模一樣的 兩個殼是一模一樣的 我是覺得都很漂亮 然後你這個 它的這個手感 因為它全部都是平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摸 這什麼都好舒服 都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很喜歡 金透的版本的話 我非常建議就是用這種 意思就是說你希望它裝起來像那種清水套一樣 就是那種透明這樣子的 然後又有牆的防摔就是裝這個 那你比如說你希望說 我喜歡這個旁邊有這種黑色這種顏色 我要讓人家知道說 我的D3O這個車邊是有這種防撞材質的 那我就裝這個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這個官網好像有粉紅色的 所以女生的話就是可以去選粉紅色的 它好像有粉紅色的 啊這種會比較特殊 因為我跟你們說我當初在買就是 買這個跟那個Better C 這個跟Better C是比較風靡 所以它貨會比較多 所以比較買得到 那你這種旁邊有顏色的 還有就是像我說的那個Wembley的 就是會比較少 所以我也建議說這個要趕快先搶這樣子 那我當然還是建議說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都有的話是很好啊 因為有時候你就可以用透明的 有時候可以用顏色的就是可以交替這樣使用 然後這產品的資訊我會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去官方的這個地方去買 所以就是今天跟你們講說 Crystal Palace跟這個 皮卡蒂莉是要怎麼選的 這個是皮卡蒂莉的 然後Crystal Palace的在這裡 那基本上我跟你們講說就是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兩個殼是一模一樣 差別在於它的D3O旁邊的材質 它做成透明的 它做成黑色的這樣子 所以今天就是跟各位就是 開箱再講一下說 這兩個殼到底是怎麼樣 那其實這兩個都很好 你就是看你自己啊 我喜歡透明的就買透明的 我喜歡有顏色的就有顏色 然後他們跟那種我們所謂講的 清水套最大的差異就是 我說的就是它的防撞的高度更高 摔落更高 那你比如說像原廠的啦 或者我說我提供那些的清水套 其實也是不錯 可是他們大概就是只有一米吧 大概就一米多啦 一米多頂多到快兩米吧 好那今天就是跟你們談說 第一個你要了解說 沖撞的等級 為什麼我把有一些把它定成清水套的原因是 我認為它大概都是一米多的一個防摔能力 這幾乎每一個廠牌都已經可以都做得到了 你現在出去看我管你有沒有那個標章 因為每個都大概都一米多啊 可是能真正標榜到三四五六或七八米 或者有的都丟到天空的 那個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GEAR4這個就是今天推薦給你們說 要怎麼去選 還有就是這兩個我也覺得 這兩個是這種 那個 這個叫什麼 就有一點硬殼的背板 然後TPU的側面這種的 我覺得這兩個是我非常喜歡跟推薦的 好今天就到這囉 好今天